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順網收視匯報》 港股是期止結算日 先今日表現是先升後跌 最終失手24000點的心理關口 美股昨晚再創新高 帶動亞太居股市普遍做好 恆指今早高開128點之後 隨即衝上24000點流上 升最多208點 高見過240014點 創了超過兩年半的高位 但之後升幅收窄 在23950點之上有支持 但臨到美股市的一小時 恆指出現倒跌的情況 跌了最多71點 全日跌了17點 收報23789點 成交額略為減至633億多 我們看看焦點板塊的收視表現 今日內地或公佈發放4G的牌照 中移動先升後跌 而聯通升超過2% 是今日第二表現最好的籃籌股 國務院提出 控制煤炭產量無序增長 減輕企業稅費負擔 而煤炭股今日表現比較強勢 當中 鄭梅基創了近5個月的高位 收報5.61元 升超過6% 不過 燕洲煤就跌不夠1% 部分水泥股今日都繼續做好 華潤水泥高見過5.68元 創了一年的高位 收視升2% 而今宇也升超過2% 看看今日焦點股份的收視表現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就說 集團的基地在香港 即使日後再出售業務 都只是商業的考慮 與設資無關 看今日和王的股價就做好了 見過100元 在大約13年的高位 收視升幅收窄了 收報99.15元 我為方面 美股今日感恩節價期優勢 大家要留意 多謝收看節目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好